从来我还是会做 因为抓到一个在传染病上的意义 它不是一个 因为今天没抓到 三个月之后它可能是32个 传染病是不会等你的 就算重来一次也不改初衷 叶燕博亲上火线 面对争议身段很柔软 他说纯粹就是想多做事 每天居家检疫的个案变得很少 你有这些量能的时候 我们只是很单纯想说 我就多验一点 所以一天的裁剪量也大概是十来只 就这样 从四月开始这样做 那有用的什么好处 多做一点 我们就多放心 因为没有个案 没有出现个案 我们做这些裁剪的目的 不就是要让我们自己跟大家放心吗 那就算有个案 他在居家检疫就赶快住院治疗 这个不就是很简单的 防疫上的一个概念跟原则吗 多做一点错了吗 一切只为了防堵疫情扩散 就只是张华清多做了一点 那我们发现了一个个案 减少这个案往外传人的机会 就是这样子而已 不被中央认同 甚至遭受质疑 烟烟薄说张华卫生局 一切站得住脚 不怕阵风单位来查 我们这个通报的机制 也许跟部长所讲的报告 我们在政治上有些差异 那我想我们会尊重部长的一个指示 也会配合部长在防疫上的要求 我们以后会来做改进 如果真的有需要 这部份单位在做调查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这部份单位一起 我们把系统一笔一笔资料 叫出来看 我们也会让这部份单位知道说 资料在哪里 哪里你一看就知道了 所以欢迎这么多单位来到 卫生局 我们一起来看系统 叶彦博强调 绝对没有隐瞒 或者和中央唱反调 只想把事情做好 万万没想到 会热怒中央 引发争议 记者陈胜伟 徐玉文 卢志怡 SNG小组 张华报导